大家好 我是樂儀 話說前一陣子我在IG story問過大家 對於澳門人有什麼迷思和印象 今天會拍影片去解答大家對於澳門人的概念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GO 澳門人是否說廣東話 我聽到你的問題的時候真是哭笑不得 因為我們是真的說廣東話 而且不是說廣東話 亦不是說廣東話 所以全部人都是說廣東話 第二個考慮是澳門人是否認識澳文 我不認識 但我身邊也有朋友認識 原因是因為澳文雖然是我們的官方語言 但不是一定要教的語言 所以有人認識有人會不認識 以我自己的學校為例 我學校的澳文是一個選修的課程 所以我就不認識澳文 但我身邊也有朋友如果你要讀一些 例如讀法 那方面就可能會認識澳文 澳門也會有一些澳文學校 就是給他們一些土生澳人去讀 之外就是奶媽 原生筆和禁心筆 還有筆飯和筆飯 磅包、方包這些 都是用字上面的不一樣 但我自己過來 香港也是會用香港的用字 但可能有時候情急之下 改不了 衝口而出就會說一些澳門的用字 很有錢 我通常會有這個迷思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政府每年都派錢 以及我們的GDP是很高的 但是跟每一個城市都一樣 我們是有錢的人也有沒有錢的人 所以不是所有澳門人都很有錢 政府派過一萬元的確是可以幫我們 解決了一些物欲上的問題 但你絕對不會因為那一萬元 而由一個沒有錢的人變成一個有錢的人 而且我自己也是18歲開始才有一個一萬元入袋 18歲以前也是交給父母 就是澳門口音 這也是我身邊很多朋友跟我說的問題 就是我講的廣東話是有些澳門的口音 但是我自己就不知道 聽不出 但你問我有沒有香港人 有沒有香港人的口音 我又聽不出 所以交給大家決定 大家覺得我講廣東話有沒有澳門口音 最後一個迷思 就是 也就是說每一個都賭過錢 我也沒有去賭場賭過 原因因為要21歲才可以入 但是如果你說我21歲 我當然也會想去賭場試一下 看看究竟是怎樣 但是我們的確是常常去賭場 原因是因為 這個賭場不是只有一個Casino 它是一個大型的度假村的概念 裡面有酒店 有戲院 有賣衣服 買化妝品的地方 也會有食物 基本上你的玩樂設施都會在賭場裡面 所以我們平時澳門人如果放假 想去逛街 或是想去戲戲都會去賭場那邊 今天對於澳門人的迷思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澳門人有好奇的地方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那我們就下條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